在太阳山东路,济南平原上,河北省南河县的宠物食品产业,生意正兴隆。 7月3日,记者在当地一家宠物食品龙头企业厂区内看到,挂着各地牌照的大卡车已排起了队,工人正操作着传送带,有条不紊地装载着成带的宠物食品。 据了解,南河县宠物食品产业起步于本世纪初,经过十几年的发展,南河县已成远近闻名的中国宠物食品之乡。 目前,该县的宠物食品年产量达到65万吨,年产值52亿元,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60%。 我们最早的时候都是做这个寄柱饲料的,我们宠物饲料的生产起步也比较早,我们南河有全国第一批的这个宠物饲料生产企业从2002年吧,就开始做宠物食品了。 近年来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中国宠物食品产业快速增长。 据了解,2018年,中国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708亿元,比2017年分涨27%,中国养宠物的人群已达7355万人。 南河县宠物产业的发家史,都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。 2002年的时候,南河一个招商局的领导是去香港考察,在当地市场看到这个宠物饲料很受欢迎,也是感觉到这个宠物食品这个发展前景非常的广阔,以后肯定会这个市场能够打开一片天地。 王洪光已经从事宠物食品行业11年,回忆起创业支出的艰辛,他介绍说,企业刚成立时只有3个人,3万元,两亩地,迫于资金技术等压力,当时只能生产低价宠物食品。 后来,随着企业的成长和政府的引导,开始向品牌高端化,多样化发展。 刘东方是南河县一家龙头企业的经理,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2006年,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,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宠物食品生产基地,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,都得益于他们对宠物食品研发的重视。 我们是2015年开始跟这个中国农工院合作,一直合到现在,在那专门开展这个研究。 现在,南河县正着力延伸产业链条,鼓励企业开发宠物零食、用品等相关的生产性链条,大力推进实体代理加电商销售营销模式。 目前,全县从事宠物产业销售的网店达一万余家,网上日平均销售宠物食品500余吨。 39岁的车间工人王瑞强,是全县三万多名宠物产业从业者之一。 随着南河宠物产业的壮大,原本在外打工的他回到了家乡。 我在这工作已经三年多了,这个宠物行业在我们南河是一个不小的行业,然后呢就增加了那个我们的教育岗位,不出家门就能打工,赚到钱。 记者走访中,有不少宠物食品的公司负责人表示,他们非常看好宠物食品行业的未来。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,在宠物产业最发达的美国,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养宠物,而中国,目前只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养宠物。 因此,未来的宠物食品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,当地政府也在引导企业通过细分市场,完善宠物产业链,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。 我们对这个产业非常看好,目前我们正着力延伸宠物产业链条,鼓励宠物食品企业,生产宠物零食用品,发展全产业性链条生产,着力打造中国宠物产业制度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